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但王永庆同时也指出 完全依赖规章不如没有规章 全部按规章来做事 那了不起什么 了不起就是做对的事而已 你们把对的事做得更好 千兽益满招损 是王永庆一直信奉的一大人生信条 在我服务或者我接触过的 很多成功的企业家 基本上他们都很低调 被誉为台湾经营之神的台速老板王永庆 有何经营管理秘诀 经营之神究竟神在何处 本期前演讲座 特邀白崇贤先生为您揭开王永庆经营管理的神秘面纱 敬请关注 我们在这里又要来跟各位继续的来报告 王永庆的经营哲学里面 他提出了便宜会吃破价的道理 一天到晚都贪便宜 这个好便宜 好便宜 各位 当你买东西的时候 假如你唯一的指标是便宜 王永庆他说 你会把你的家吃破 你家会破掉 为什么 因为你认为便宜都买回来了 买回来 你家有多大空间 这件衣服 很便宜你买回来 这双鞋子很便宜你买回来 这个手机很便宜你买回来 这个车子很便宜你买回来 这个空调很便宜你买回来 这个电视机很便宜你买回来 这双床更便宜你买回来 你买回来 把所有的东西 把你塞着塞着塞着 你有用吗 你用了几次 你用了几次以后 你就会感觉到吗 当我在打手机的时候 用这个这么插件的手机 那么一打 人家看到多没面子 哎呀丢掉 哎呀我这个鞋子呢 穿三次就破掉了 丢掉 到最后这个家不破了才怪 所以各位 所谓的便宜 不如谈是价值 那是价值 价值就是价格加品质 价格加品质等于价值 你讲到光价格 谈价格而不谈品质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便宜 这个便宜会吃破家了 所以各位 有价值就不贵 没有价值就很贵 好 接下来 王文青要说了 他说啊 做事应该由基本做起 由基础做起 台塞企业 你大学毕业 一开始进到台塞企业 一定从第一线干起 除非很特殊的 特殊的角色 特殊的专场领域 才会空降下来 否则一定什么 一定从基础干起 从班长 课长 然后一路上升上来 别人不会说 你大学毕业研究所 毕业一下子 就给你当经理 不可能的事 因为你做事 能够从基础做起 你就了解什么 来龙去脉 你觉得从中间 插对插上去 你前段你不懂 后段你也不清楚 你怎么来整合 你怎么来 来处理的 很恰当 不可能 所以你可以理解 王董事长 他每讲的每一句话里面 话中有话 都是隐含着 很深的哲理 进一步呢 他说 不懂就快问 不懂就要马上问 不要不懂庄董 你可以发现 我们身边有很多人 为了面子不懂庄董 其实我不懂 我坦率地请教人家 请教完我就懂了 那么你觉得不懂庄董 永远不懂 各位 我们过去所谓的学问呢 满目经人叫学问 我们现在的学问呢 不叫满目经人叫学问 叫学者问 你懂了学者问 那你就是有学问 你不懂得问 你就没有学问 所以拜托大家 要坦率地面对自己 不懂马上问 因为今天不懂 我问了 我就懂 你今天不问 你就永远一辈子都不懂 所以不懂就快问 你看王文兴呢 他讲话很直率 但这个直率之中呢 就是隐行的道理 接下来他又提到了 尽信规章 不如无规章 你全部都按规章来做事 那么前问你 全部按规章来做事 那了不起是吗 了不起就是 做对的事而已啊 能不能把对的事做得更好 难 所以丰田公司的老板 他讲了一句话 我们总不能每天 让我们的工作伙伴 带着双手双脚来上班 而忘了带最重要的脑袋 来上班 各位 人跟人最大的差别 是脖子以上还是脖子以下 当然是脖子以上 要盖着一秒钟 可以赚三千块美金 很多人一个月赚不到三千块 那么各位 今天呢 今天为什么叫你说 叫你说 尽信规章 不如无规章 各位要了解 制度有没有时效性 今年设的制度 明年不见得拐用 你有没有发现 我们国家的法规 有没有经常在变 你要跟着调整啊 你要跟着变啊 你不能完全完全的不变了 昨天企业家也问了我一个问题 他说我们的组织啊 到底多久来调整一次比较好 我说组织啊 不能经常变 不能经常调 但最迟一年要调一次 为什么 你去年面对的场景 这个部门重要 今年面对的场景 这个部门已经不重要了 还有更重要的部门出现 结果你没有调整组织 你如何安插正确的人 来发挥什么 真正的管理效益 不可能 所以大家都应该记忆犹新 我们曾国藩也讲了一句话 他什么 尽心疏不如无疏 为什么说尽心疏不如无疏 他今天不讲 尽心疏不如无疏 然后怎么样 他讲的就是性命运 他要求我们大家性命运 公之言告后事 为什么要性命运 命 命就是你的什么 命就是你的个性 这是你的个性 那么也就是说 每一个人要相信你自己 你讲到不相信你自己 你处处做什么 哎呦 这个不行 这个不能 这个我没办法 完了 尽心疏不如性命运 公之言告后事 那么今天所谓的性命 也就是你要相信你自己 任何事情要成功 你一定要相信自己 当你不相信自己 你会采取果断的行动吗 不会 所以各位都很清晰 成功 他有三个条件 第一个要敢 敢说 敢听 敢做 敢学 要敢 你不敢就不会成功 第二个呢 一定要主动 你被动 没有用 认为对的就马上做 第三个 要坚持 对的事情要坚持 坚持什么 坚持我们所谓的成功的方程式 成功等于什么 成功等于目标 加方法 加执行力 成功等于目标 加方法 加执行力 有目标没有方法 不会成功 有方法没有目标 不会成功 有目标有方法 没有坚决的执行 更不会成功 那各位 相信自己才能创造奇迹啊 命 运 运 机会 运机会 相信自己是你的驱动力 但是当机会来临的时候 你一觉得不敢 你一觉得什么 你一觉得不想 那也不会成功 所以不要曲解 郑国安他所说的 尽信书不如无书 性命运 公之言告后事 他主要是要你相信自己 要你掌握机会 机会是留给自己充分准备的人 各位 广结善缘是不是有一种什么 为自己未来发展 做准备的人脉网络的铺垫 是不是 你一觉得从来都不甩人家 有一天你期待别人拉拔你吗 不可能 王永青就说了 锻炼使生命力更坚韧 锻炼使生命力更坚韧 很简单 你天天跑步 跑步 你这个身子就很结实 你一觉得天天是吃啊 躺着睡觉啊 一下子变成一头猪 所以各位 我们这个手啊 这样抓一次 没什么力量 继续抓 抓抓抓抓 抓久了 这个抓的力量就很大 所以锻炼使生命力更坚韧 很多人说老师啊 你又天天讲课 又是什么 哦 生智力绝 那么又是一天要讲七个小时 八个小时 那么请问你老师你的身子怎么练出来 当然是练出来的嘛 难道会自己生养出来吗 怎么练 怎么练 那第一个 你要练 你要练力 你练力是最重要 因为练力支配你整个的身子 你认为你行你就行 你认为不行就不行 你要练你的练力 往正的正向发展 第二个 你在讲课的时候 有没有汉流加辩 这就在练功啊 是不是 边工作边练功 了不起 接下来 要不要练意志力啊 练意志力的支持到底 坚持到底 所以你越练 你的嗓门越亮 不瞒各位说了 我大概九四年 在北京啊 每个月都是开四个班啊 班班客满啊 我们有一个品牌 叫什么 金嗓子 这金嗓子的广告代理商啊 也来听课 这个总经理来听课 他说经常送老师啊 来 老师啊 这个金嗓子不错 刚开始喊的也不错 喊了几片 那结果呢 他老师你用不完就摆在上面 结果变得活广告 很多人说老师啊 你为什么嗓子都不会倒嗓 所以当时候白教授就是金嗓子的什么 产品代言人 世上是吗 世上真吗 不真 世上真正称着我的信念 这个信念就念力 念力比什么力量都低 都厉害 所以要锻炼念力 你才能够坚持到底 那么锻炼使生命力呢 更坚韧 我认为呢 是有绝对的道理 各位啊 王永庆啊 王董事长呢 他本身的人生哲学 跟管理哲学里面 他提到的 另一个重点就是 千寿意 满招损 也就是为人要低调 为人要谦卑 要客气 各位啊 有一次 这个台湾啊 中国石油公司啊 新任的这个董事长啊 叫做郭敬才先生 他上台之后呢 很想有一番作为 那么所以呢 天天就要求底下的人 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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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偏偏底下就是什么 不回应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感觉到什么 感觉到说 已经什么 已经是浑身无力啊 最后不得已 破除情愿 就跟王董事长呢 去请教 所以他的干脆呢 就把中国石油公司的 这些高干人员呢 用车子一载 就搭到了什么 搭到了台北的敦化北路 台硕大楼 去跟王永庆先生请教 王永庆先生在接待他们的时候 开口第一句话 他就说 向我们请教 我是愧不敢当 因为以资产面来讲 因为以设备面来讲 中国石油公司 你的设备 比我们资产 都比我们高尚好几倍 你的规模 比我们庞大好几倍 你要来跟我们请教 我们这是愧不敢当 但 假如真的是要来请一人 导致有几方面呢 可以相互切磋 这第一方面呢 也就是所谓的成本面 他说啊 我们清楚 这个中国石油 是我们的竞争对手 所以你们的一切一切呢 我们都聊了之长 因为我们给你盘算的结果啊 你们所有员工的平均工资啊 是每一个人平均工资 加上退休准备金啊 事实上就是十万块台币 也就是2.5万的人民币 一个月 我们呢 我们台座石油 由于刚刚才 才什么 创业不久 所以我们的成本面 在用人成本方面呢 我们平均啊 每一个员工是 4万块台币 也就是1万块人民币 换句话说 在成本面呢 我们已经拉大距离了 再来 中国石油 你们一刚开始的时候 在练油厂设完啊 要把油 油品呢 拉到了加油站的时候 全台湾的加油站的时候 你们没有想到台湾的交通啊 会发展这么的凶猛跟快速 车辆越来越多 你们刚开始的那个预算 跟实际的预算 有这么一段落差 所以你们刚开始啊 中国石油 所埋下的那个输油管啊 管径比较小 我们不一样 我们这个台塑六青一座的时候 就从什么 列油厂里面 就加大那个口径啊 把那个油管就什么 输送好了 所以我们现在啊 只要在只要在我们的我们的出油口加压 那么油呢 就往什么 往我们全省的加油站跑 你们不一样 因为你们管路小 输油量不够 所以必须什么 必须用了很多的 这个这个这个物流啊 配送配送这个石油的这个什么 这个车子 光这个车子的话 上高速公路也要什么 也要过路会啊 也要过路会 司机呢 车子的保养位呢 这一算下来呢 嗯 我们感觉到呢 我们值得你们借鉴学习的 也可能只是这一点而已 假如要进一步的话 还有 还有就是呢 我们因为是明年的企业 我们有高度的危机感 也就是每一个加油站的这个站长 他必须要 很清楚 我们是推展的是目标责任中心 目标责任中心制度 也就是利润中心 盐亏要致富 假如你亏损了呢 要跟总部借钱 跟总部借钱 假如亏到某一个程度 就会把你这个站长呢 换掉 所以 他要保住他的位置 他必须什么 他必须每天你用心的来管理 用心来经营 相对的 他底下的加油的这个服务员 也必须要小心翼 为什么 因为加油的时候 假如态度不好 加油的时候 假如顾客不满意 顾客不来了 顾客不来了 这个加油站的业绩就下降 下降了 我们就不能请太多的人 就必须踩远 踩远一踩的话 那这些人就什么 就是工作不保 所以每一个人有一种危机感 有一种危机意识 就转化成一股什么 积极的工作的动力 而且呢 每一个人呢 生怕什么 顾客不满意 所以就用最好的方式 来进行服务 这是第二个差别 第三个差别呢 我们的制度灵活 我们的机制灵活 那么中国石油机制 相对的比较什么 比较僵硬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呢 要做促销活动 促销活动呢 你们的话要经过什么 经过程程的审批啊 从这里到那里 程程的审批 好几个关卡 我们不用三个人就过了 我们三个人呢 一盖章啊 三个人就通过了 所以我们这个制度啊 或者合选权限啊 这个呢充分的授权的结果呢 所以弹性活力就比较快 那换句话说 我们要做什么促销呢 我们马上应对 你们的话可能呢 要花了很长的时间去做 我们说要降价 马上降 你们要降价的话呢 可能他要这里批那里批 这个叫灵活性的不足 造成了吗 造成我们两个之间啊 这个竞争的过程 距离越大越远 这个道理在这里 各位王永庆呢 从头到尾 非常的谦卑 非常的客气 在我服务 或者我接触过的 很多成功的企业家 基本上他们都很低调 做人为什么要低调 你想想 当你高调的时候 指高气氧不可一试 很多人就会找你算账 当我们很谦卑 很客气的时候 很多人愿意什么 愿意把你当成好朋友 而且还佩服你啊 佩服你啊 你的谦卑的这个精神 各位大海之所以大 不再大 是在他背下 假如你认为了不起 认为你干一个这样的董事长 就已经了不起 认为你在这个产业里面 已经了不起 但是你不要忘掉 我们是参加世界企业的奥林匹克运动大会 你中然在你的 你中然在你的温州你第一啊 但你未必是浙江第一 你中然是浙江第一啊 你也未必是华中第一啊 你是华中第一也未必是全国第一啊 你全国第一未必是亚洲第一啊 你亚洲第一也未必是世界第一啊 我们每一个人 不做这里要做要做最棒 想忘设法就要直接了当 参与什么世界级的 7月的奥林匹克运动大会 我们想想 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我们看看 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所以我们没有道理 也没有理由啊 去什么 去往自己脸上贴金 我最行 我最棒 我最了不起 假如你说你最棒 我就反过来请教你啊 你的右眼看得到你的左眼吗 你的两个眼睛看得到后面脑袋刮吗 哪一家公司敢跟我说他没有问题的 哪一家公司敢跟我说他经营的非常棒 没有的 现在的台湾首户啊 深圳的富士康啊 富士康集团呢 他的董事长郭台银先生啊 你要了解 他人也是蛮谦虚蛮客气的 他在营造他的什么 科技王国的时候 他在让自己 从制造的富士康 变成科技的富士康的过程 很客气 面对诺基亚 面对惠福 面对摩托罗拉 他说不 我们不会打品牌的 我们帮你加工可以 但是我们绝对不可以跟你见证 因为你这么大 我这么小 我们只能帮你而已 就因为谦虚 摩托罗拉 不会把他当为仇家敌人 结果你的这样 摩托罗拉的订单 贝加地责给他 罗基亚的订单 贝加地责给他 那么惠福的订单 贝加地责给他 戴尔的订单责给他 他当然就成就 大家的事业了 但是各位 在大事业的过程里面 他个人满怀着谦虚的心情 来面对什么 面对左朝环境的变化 他很谦虚的讲 我今天啊 我心目之中 我本身就有三个老师 管里面我的老师 就是王永庆 所以经常去跟王永庆 拜师学义 假如你认为说我现在比你更富有 我现在你们做的是传统的 我们现在是高科技 你要使这个 这个直高气昂不可一世 那说实在人家不会告诉你 也不会让你看我们怎么做 你就变成什么 孤芳智商 记得有一年 我帮我们西方集团 培养48个总经理 那次是在济南 在济南的一家酒店 来给这些什么 储备的总经理上课 我印象最深刻的 他们的董事长 刘永庆 这个刘永庆董事长 在见到我的时候 分配房间的时候 我请问他 你住哪个房间 他说对面 我说 对面的房间比较小 我这个房间这么大 不对吧 应该换你一下吧 你个夫妻两个人 你要住 而且你有很多干部 要跟你 要跟你什么沟通 你应该那里 这个房间应该再大的 不应该再小的 他怎么讲 他老师啊 尊师才能重道 师之不尊 道何以行 所以老师别客气 今天你来了 我就是学生 你就是老师 我不尊重你 我不好好来接待你 那这个学生 根本不尊敬老师 老师你好的东西 会给我们吗 所以老师 你就别客气 你就住这个大的 我们夫妻都住小的 也在这里 帮你保护着 接下来再上课 上课的时候 很多老板 每一次上课 坐在最后面 他跟他老婆 是坐在最前面 而且呢 每一次发问题 手还举起来 老师 我能不能发问吗 我说请 请说 各位这么有名气的 这么成功的企业家 赫然就是如此如此的谦卑 各位 成功 当你成功的时候 很多人掌声响起 而且竖起拇指头说 好 棒 应该让他成功 迟早应该让他成功 这个人我一看 他就会成功 你才是什么 明智 实归 假若啊 你是踩着别人肩膀上 要扬威而起来 一将功成万古 请问你 压榨你的员工 请问你 对社会制造很大的污染 请问你 社会责任 道义都不顾 你今天终然是富可敌国 我们还是瞧不起你的 所以各位 签 受益 蛮 遭损 道理太简单 那你可以发现 王永庆 王董事长 他今天的成功 是把这个点点滴滴 这么简单的道理 拿过来贯彻实施 也就是 简单的事情 重复的做 持续的做 坚持的做 做久了就会变得不简单 你千万不要说 这种东西 也讲出来 笑掉人家大牙 你不能等前四四 各位我们看看 今天你人际关系要好 你对别人要不要 低散感为 低姿态低一点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敌头 你可不可以去到人家公司 然后就把人家批了一分不止 当人家批了一分不止 人家准备 他要倒茶水给你 最后就省了 所以各位 你进去 一定要懂得 姿态谦卑一点 低一点 今天不要懂得赞赏别人 你公司不错 你公司不错 各位 再怎么烂 也有他呢 也有他的一点点优点 再怎么差 也必然有他存在的价值跟意义 你不要去了 把人家批了一分不止 所以各位 这觉得王永庆 他很早就知道 这个道理 做人本就要非常谦虚 要懂得赞赏别人 低赏 要不要感恩 他说我的一切都来自什么 来自社会 没有社会栽培我 没有社会给我这个机会 我根本 王永庆就不可能成就今天的实话 产业的王国 不可能 假如王永庆 很不客气的自我往脸上贴心 那当然了 今天所有的成就 不是我王董事长来领导 还有吗 你看我的同意都垮掉了 就只有我厉害 那么人家就会反向操作 人家就会离你而去 你最后就是孤王自赏 你就会孤立自己 那么最后呢 你必然从真正的神圣舞台掉下来 所以我们要懂得第一点 懂得赞赏别人 懂得感恩别人 懂得要乐观 什么叫乐观 低赏感微笑 微笑叫乐观 做事业 做事业不乐观 不行 王永庆认为 做人不能忘本 所以他对朋友 尤其是帮助过自己的人 格外重情重义 做朋友 能帮你 能协助你 二话不说 两肋插刀 在所不止 能舍才能得 作为老板的王永庆 深谙此道 王董事长给钱是很大方 他对工作要求很严格 但是给部署啊 他那个薪水 那个福利 那个待遇呢 绝对比同郎同意要高 被誉为台湾经营之神的 台塑老板王永庆 有何经营管理秘诀 经营之神究竟神在何处 本期前演讲座 特邀白崇贤先生 为您揭开王永庆经营管理的 神秘面纱 敬请关注 做事业不乐观不行 各位啊 悲观的人 总是看到前面的困难挡住我 所以我就什么 原地踏步保持热度 甚至向后退 乐观的人 看到困难背后的什么 背后的机会 我一定要冲 我一定要想方式冲过去 所以一个是赢家 一个是输家 每一次王董事长 他碰到的困难 比你我想象中的还要多 各位 我们黄德海教授 他写的笔路蓝旅 为什么叫笔路蓝旅 要开一条路出来 你看 处处是经级 这里戳破了 那里戳破了 没有你想象中 他的成功是这么简单的 所以我们为什么推崇他 为什么把他尊为台湾精灵之神 为什么连我们今天 可以说是科技业 非常非常成功的 所谓的富士康集团的郭老板 都要拜他为师 很简单 第一个物本踏实 第二个为人谦卑 第三个对事情呢 要求非常什么 彻底 所以啊 千瘦益满朝旋 不断的用乐观 来面对什么 周遭不利的环境 各位我们都清楚 成功的人 他是适应环境的高手 失败的人 就是被环境淘汰的一群 被淘汰的刹那 一直批判 政府不行 这个社会不行 哎呀 干部不行 员工不行 经销商不行 供应商不行 只有我行 完了 孙子兵法很清楚告诉我们 道天地这样 你一个企业要经营成功 第一个要经营有道 就是你要有你的哲学思想 你有人生的价值观 而这个价值观是对应着什么 对应着社会能被接受的 而不是自私自利 而不是变弃的社会责任 有道之后 你要开展你的事业王国 你必须要看天吃饭 天就是政府了 任何企业家 你所作所为 不能够跟政府的政策违背 火车的话完蛋了 各位我们出门 下雨 要不要撑伞 天气热 要不要脱一件衣服 你一定要 你不能跟天作对 你跟天作对 吃不完 吃不完 多着走了 所以王永庆很清楚 他到每一个地方投资 他一定是非常的谦卑 他一定非常的低调 他一定非常克服 所以到哪里的话 每一个地方都非常的欢迎他 各位 千寿意 满昭损 从他的言行举止 我们也得到了印证 接下来他又讲 忘本的人禽兽不如 有很多人从老板这里学了工夫 学了技术 出去在对面 看一家厂跟老板 把他的客户抢走 把老板干掉 各位 当你成功的刹那 你也没有什么 你也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好 在那边要舞杨威了 为什么 知情的人都知道 你忘本 各位 王永庆的台塑集团里面 有两条借规 第一条借规 任何人不能打听任何人的薪水 也不能告诉任何人 你的薪水是多少 你打听 你告诉 开除 为什么 我们是华人 华人啊 他的基本特质 就是人比人气死人 你就别比吧 你有本事 你来跟我要薪水 不要跟你的同事要 跟同事要 他也不会给你了 你有本事来跟我要 有本事我给你 没有本事我不能给你 有能力给职位 没有能力 这个职位我也不会清给你 再来 各位 第二条借规是什么 任何人不能 不能从事跟 我们企业相关的行业 因为假如任何人 在公司上班 拿公司的薪水 拿公司的资料 拿公司的客户 然后呢 私底下去找一群朋友 然后呢 做一个小公司 然后来跟 跟我们的公司对打 你把资料失踪给他 叫做背叛 王总事长 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 他从卖米开始 到做砖厂 盖房子用的那个 那个砖块 因为砖块受到污染 人家呢 开始来说他这个不行 他马上把停止 接下来呢 他发现什么 发现这个木材啊 发现这个木材啊 可以来什么 做纤维 所以他开始来进行 进行砍柴的工作 木材商 但各位 因为砍柴砍过分了 一不小心砍到了什么 超过了 超过了某一个境界 出来问题 有一个人 出来帮他什么 处理 协助他 这个人是 嘉义地区 他的好朋友 嘉义地区为医生 后来王永庆 事业越来越 蓬勃挖斩 结果呢 嘉义这位老先生呢 富音来了 死了 当他死了 他要 他要什么 公寄的时候 刚好是什么 美国两个客户 都要到 到 还说 要来见什么 王董事长 很多的企业呢 看到这个富音呢 没关系嘛 钱包过去 李树到了就好了 我现在呢 我的理由很简单 我的客户就在这个时间了 我一定要陪他 我不陪他不行 这个王董事长 他永不忘本 今天他之所以能够 能够继续存在 今天之所以能够事业发展 没有那位家里的好朋友 过去的帮忙 就没有他的今天 所以他马上什么 马上利用时间 然后十点 十点工具 他九点钟开始接客人 客户呢 接接接 接了半个小时以后 他马上什么 马上租一架 诗人的直升机 在他的台硕大楼的顶楼 然后呢 马上爬上直升机 啪啪啪 三十分钟一到 十点工具 马上到 由这一点 充分的证明 他是不忘本 所以台硕人呢 他会讲这么一句话 他说啊 宁可跟王董事长做朋友 为什么要宁愿跟他做朋友 有情有义 但是做他的部署呢 他管教非常严格 所以各位啊 做朋友 他很开放 做朋友 能帮你 能协助你 奥话不说 两肋插刀 在手不止 望本的人 禽兽不如 从他的身上 又得到了见证 接下来 王董事长他说 付钱的人 手永远在上方 各位你看看 拿人东西 手在上方 还是手在下方 给人东西 手在上方 还是给人下方 来我们试一下 这个我右手要给左手 给的永远在上方 拿的永远在下方 所以记住 我们能不能半年 尽量给的角色 人生就是两个字结合 even the take 给跟取 人生给的多 取的少 这个就是有价值 人生的给的少 取的多 就是挖苦别人 这就是什么 就是占别人便宜 你价值就很低档 所以各位 在人生的过程里面 你能不能尽量 把你所拥有的东西 尽量分享给别人 尽量给别人 今天一个台塑 王永庆 他把他的塑料管 能够延伸到家家户户 水龙头 各个地方 水管都用他的 他有没有做到的 在上方 给啊 给啊 给 我不断的开发新的东西 我不断的给 这个呢 手永远在上方 意思就是要求 以及勉励呢 所有的同仁 你尽量啊 给 不要怕给 尽量舍得 不要怕舍不得 各位 舍不得本就获不得 你给的多 那当然就是获得多 你给的少就获利的少 各位 朋友交越多 等到你碰到问题的时候 你找朋友帮忙的机会就大 你只有交朋友 只有交两个 那么等到有一天 这个问题出来 这两个人 未必能保住你啊 未必能帮助过你啊 所以在这里啊 我们要理解 能给 尽量给 尽量的舍 能舍能得 不舍不得 那么付钱的人 手永远在上方 王董事长 给钱是很大方 他对工作要求很严格 但是给部署啊 他那个薪水 那个福利 那个待遇呢 绝对比同行同意要高 有一次 我们台语器馆的创办人 也就是王董事长身边的左二峰人 我们乌董事长 他面对我们这些顾问师呢 他讲了一段故事 他说啊 每一年啊 到了年终啊 除夕当天啊 大概从三点开始 王董事长就把总管理 以及一个事业部的主管找到他家里开会 开会呢 一方面总结今年 一方面是明年准备来规划 那么就在开会 从三点一直开开开 开到什么 开到了超过了六点半 超过了六点半 以台湾的习俗除夕业 合家团圆 你就是在怎么老远 你都要跑回家来团聚 因为一年最重视的就是这一天 结果王董事长跟他的高级幕僚 高级的干部在那边谈事情 谈谈谈谈谈到忘我 他有一个好的老婆 李宝珠女士 他就出来了 出来点醒王董事长 董事长 现在已经快七点了 今天是除夕夜 是吗 哎呀 我们一谈就忘掉了 先谈到这里位置 就这样 夫人 我要你准备的东西 请你拿出来一下 好不好 好好好 这个拿出来以后 马上怎么样 来 这是你某某人 这是你某某人 谢谢他 今年谢谢你帮忙 今年谢谢你帮忙 感谢你今年帮忙 各位 台座七夜 按制度发的东西叫白包 不按制度发的东西叫黑包 这个就是黑包 就额外给啊 额外的给啊 结果我们 吴董事长啊 就跟我们讲了 他当时在开会的时候 心里很急啊 急着什么 回去怎么跟老婆交代 今天除夕夜 那个女儿从美国回来 结果等待的就是老爸要回去 结果什么 开会告诉他 现在怎么办 但是呢 当他拿来这一包以后啊 快马 加班了 加编了 就回到什么 回到家里 老婆就在那等他了 你看看 这家伙的话 你上班选一个好地方 那选这种企业 你看 连那个什么 连那个 连那个 所谓的除夕业 都搞到这么晚 有人性吗 哎呀 这种老板啊 真的头脑有问题 正在批的过程呢 看到老公回来 你也知道回来 你也知道回来是不是 现在几点了 你也知道回来是不是 他说老婆 别说了 这一包你拿去看看 你拿去看看 我们老板给我们 你拿去看看 结果老婆一打开 啊 哇 两只手数不完 连脚都要拿出来用 也数不完 啊 好 老公 你可以不用回来啦 继续开会 你舍得才能获得嘛 你舍不得怎么获得 获得 获得人家的心 所以用人要用心 待人要带心 你如何带他的心 敢给敢要求 不能说敢要求不给 你敢要求不给呢 对不起别人 再来王董事长 有提出来一个观点 创业顺利啊 大不幸 各位 怎么会讲这种话呢 我们不是祝福人家 都希望他什么 事业如意吗 祝福人家 不是祝福他那一帆风顺吗 怎么会提出一个 一个观点 也就是说 创业顺利大不幸 各位 王董事长说 假如你开办一个企业 第一年就赚钱 大不幸 为什么大不幸 因为你误认为 赚钱这么容易啊 你就不会去在意 管你怎么管 你就不会在意 策略怎么定 你就不会在意 怎么去整合你的团队啊 会不会 各位 假如我们今天啊 我们今天教一个女朋友 很容易教 你就不会去研究恋爱术嘛 对不对 教一个女朋友 眼睛跟他一死 他都说好 跟你做朋友了 我说来跟我走 他都没问题 这样还需要有谈判的技巧 还需要有谈恋爱的这个法则吗 不用了 就是因为什么 苦苦追求是追不来 最后就要赶快去买书 买那个恋爱大全 然后第一月第二月第三月 一直一直看 看完了呢 用书系一直练 一直练 各位 练到最后就变成了 练到变成文学家了 每一个人呢 我这个文词并茂了 所以各位 企业一开始赚钱大不幸 因为一开始赚钱 你就忘了又换义思维基感 你误认为赚钱这么容易 你就不会去配套应有的东西 所以各位 假如现在在场的各位 你今天企业 并不是很顺利 不用怕 这是老天爷 特别特别对你的挑战 为什么 要让你做大事业 必须让你大使一番 必须让你用苦难来折磨你 所以各位 王总事长 他会讲 创业顺利大不幸 从他自己的过程里面 他 抬缩石油 抬缩石油 挖土填海 你看多么的艰辛啊 为什么 当地的政府呢 说你要做的话呢 本地不行 你要离岛 离一个地方 而且离岛 这个离岛才被污染啊 所以你在外面 有没有艰难 有没有困苦 他是 冲破了层层的困难 真的叫做比六男女 最后呢 最后他的十号王国出来了 最后他的产业王国出现了 所以 创业太容易 我认为赚钱就这么容易啊 就不会珍惜 各位 千亿得到东西 不会珍惜 经过千辛万苦 得到东西 你才会珍惜 那么中国人 有这么一句话 富不过三代 为什么富不过三代 第一代在拼的时候 第二代还稍微看一下 还稍微留在身边 喘谋喘谋 哎呀 这个老爸赚这个钱也不容易啊 所以我要花他的钱 恐怕也要什么 小心啊 也不能随便花啊 第三代呢 他根本没有看到你们怎么创业啊 没有看到你们艰辛的历程 总看到你们钱一大堆 这个银行里面那个金库里面打开 不得了 所以不花白不花了 不拿白不拿了 最后呢 你看 第三代就把整个的企业就丢掉了 所以王董事长 他非常非常理解 今天他交棒 也不是交给自己的子女 他交棒是交给他什么 他企业内部的这些高管人员 那么高管人员交给他以后 配合的什么 他的子女 他的子女都是到到自己的企业里面 由基层从科长一直干干上来的 各位 基础打稳啊 那么基础打稳啊 地震就不怕 地基没打稳 地震一来就垮掉了 这就是 富不过三代 你要拒绝 这句话不会成真 那你就必须什么 必须把你的第二代 把你的第三代 在你创业有诚实力 最好是什么 自己还是别人交 最好把他送到什么 送到其他地方去 由他自己去应聘 由他自己接受挑战 你也不要说你的老爸是谁 我相信这样才能够把他呢 把他什么 把他雕塑上来 所以各位 假如你是真正啊 有心 把你的事业交给你自己的子女的人 拜托 你不是把钱交给他 拜托 你不是一下子就把事业交给他 一定是把他送到外面 历尽千辛万苦 总结的是经验 回过头来 在你的企业服务 他因为什么 从第一的层次做起 他就了解低层次的人 他要什么 了解低层次的人 他的艰辛 他的努力 必须要给回报 王永庆他又讲到 改革成派看决心 我们当顾问 当了二十多年 台语气管顾问公司 把台塑管理的模式 五眼佛界的推到了全世界 各位 不禁然每一次都成功 为什么 因为有些老板 是慕名而来 但是在推动的那刹那 他里面有一些人 他的王亲国妻 他有一些人 就是什么 就是他的开国元老 他跟老板就对打 要上班 要刷卡 我不刷 开会要签到 我不签了 车子的话 什么 我开的车子还要受公司管控 还要什么时候加油 还要跟你回报 老板你就不相信我 不相信我你就自己干 老板就 等等 你这个免啊 免啊 上班什么时候喜欢来就来 什么什么地方就怎么样 各位 制度呢 制度变成去束缚住那些乖乖牌 那些什么 那些呢 致命不凡的人呢 结果你把他解套了 那么这个公司会成功吗 不会成功 但是有些老板不一样 王永庆 包括自己的子女 你上班几点就几点 你该怎么干就怎么干 从来没有什么 没有差别大意 包括什么 包括我们 富士康 富士康的郭台铭郭老板 他怎么样 他规定啊 我们的基层人员 你上班不准带手机 你带手机来就摆在什么 就摆在我们的 摆在我们的保管箱里面 你下班再带回去 各位为什么这样 他要改啊 改什么 改那个上班啊 我在操作机器 手机响 要不拿起来讲 拿起来讲以后呢 那么机器 手不注意呢 断了 那现在呢 正在什么 跟客户谈事情 手机响了 响了以后呢 等等等等 会不会造成顾客 他感觉到 你对我的服务不够亲切 不做在意 所以对于一个基层的人员 经办人员 低线的人员 对不起 你们上班 就是什么 就是要达到忘我的境界 也就是来了 把你的手机 把你的家务 搁着 从第一秒钟开始做 做到最后一秒钟 我觉得他有道理 因为他怕你分心 他怕你分神 他怕你 因为分心分神 造成对企业 以及造成对你个人的伤害 但是对干部呢 课长以上的干部 都要带手机 24小时开通 你没有借口 没有理由 不要跟我讲没电 没电 有电是你的事 各位啊 他可以掉通年记录出来 来查一下 你是什么时候关机 关了多久 他说人跟事要分开在组合 对事就是要冷漠严谨 专业坚持 对人要问我多情 谦卑有理 你家里出事了 我来挺你 你家里出事我挺你 但是我工作出事了 你要不要挺我 当然要挺我 所以愿则你留下 不愿则请回 改革假如没有这种霸气 你没有执行力 所以谈执行力 假如没有霸气 你执行力是零 但霸气跟霸道 霸道不一样 霸道就不管对错 不管合不合理 我说了算 我是皇帝 我说了算 这叫霸道 我们所谓的霸气不一样 霸气是针对对的事情 坚持做下去的决心跟勇气 就叫做霸气 所以富士康的郭老板 他讲了这么一句话 他说21世纪是过度民主的世纪 所以21世纪的企业领导人 必须或多或少具备一点霸气 霸气 老板 我因为家里有事 我先回去一下 人性化 人性化 人性化对待我 我走了 那你走了 有没有交代 你走了 工作有没有安排 所以各位 有很多企业为什么垮 垮就垮在你在改革的过程 你并没有展现你真正的决心跟勇气 你只是被一句话把你弄得神焚颠倒 这一句话叫做人性化 以人为本没有错 哪一人工作不需要人 但是以人为本你也要什么 你也要站在人性互相尊重 以及相互被责任的立场去考量 你要我尊重你 你有没有尊重我 你要我说让你请假 那你有没有把你该自己的责任背好 有没有 很多人是要求别人很容易 原谅自己很快 但是呢 要帮助别人呢 就找了一大堆理由 拒绝拒绝 推迟推迟 你的企业会好吗 所以不瞒各位说 我们看了这么多大企业 刚开始都一头热 一头烧 不错 现在要导入一尔批不错 导入KPI不错 导入ISO不错 导入什么都不错 到最后全错了 老板花了很多钱 最后什么 绩效是零 因为你根本就没有改革的决心了 改变可能会死 但不变就是等死了 但变要变得对 要变得巧 不是乱变了 所以改变了成败 就看你这个领导人的决心 你的决心越强 成功力率 几率越高 你的决心度越低 成功几率越差 各位 我们每一次要开车出门 看到高速公路上塞车 我看你回去了 回去了 等少一点再上去 人少一点再上 车少一点再上 你永远就住在家里 你就决心 决心什么 反正上来了 跟你好 沉着住气 走一步 上一步 走两步 上两步 最后终会到达终点 臣我 Perez 裤子 瓶 ز 销 现在 eger 感谢观看